明天就是兒童節了 高雄是一位國小生 他的許願卡寫著想和花媽玩自拍 沒有想到高雄市長陳菊真的出現了 也讓小女孩完成了兒童節願望 兒童節即將到來 高雄鳥松國小學童陳佳恩的許願卡寫著 想和花媽玩自拍 結果市長陳菊真的出現 兩個人開心的用手機來張自拍 陳菊表示去年兒童節 校方曾經邀請他來 但是因為公務繁忙排不出時間 不過最後學校找了一位小朋友 扮演花媽和大家同樂 而這一次花媽本尊 終於和反串分身的小朋友相見歡 招牌的捲捲頭最受小朋友歡迎 教育局局長鄭新輝和國小校長們 穿著小學制服耍萌 和小朋友玩起團體跳繩 另外其他學校也同樣舉辦 各式各樣的活動來慶祝兒童節 包括上下課大翻轉 不派功課 延長下課時間 就是要讓小朋友度過快樂的兒童節 聯合報徐如怡高雄報導 最重要的是 啟蒙 以往 是